首先要来看一下,实际上 这边会有几个圆呢? 基本上,如果说我们画圆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这边有一个圆 然后再把那个圆怎么样?裁切掉,对不对? 那这边不是有个圆 这边有个圆,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个圆嘛,这边有个圆 所以基本上会是几个圆 四个圆嘛,对不对? 那它的尺寸是80 然后每一个是等分嘛,这个是等分线 所以等分等分,也就是每一个多少? 20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画方法很多,我可以先把这个画面 反正就四个圆画出来 然后都要等分,每一个都20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 如果要等分的话,那当然有比较聪明的方法,或者比较笨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 第一个 像这个就重生一下,因为它没办法放大缩小 你把它移过来之后 你可以怎么做? 这边可以画20 20之后按空 20 然后再过来 再一样,再一直画20 再过来 再往同样方向20 因为你可以一直画过去 所以这一条线实际上看起来 那结束按空白线 看起来是一条线 可是实际上是几条线 四个物件 他把它当物件 四个物件 所以每个物件都是 独立的 它不是一条80 所以我们要画四个圆的话 可以这样 圆 我们先把大的先画出来 所以你就找到大的中间这个当成那个 我们的中心点 然后画过来 对不对 画过来之后呢 就有一个最大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也是一样画圆 然后再来就哪一个呢 再来就是从 这边这个圆 是第二大的圆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第二大的圆中心点 我应该抓哪一个呢 实际上你可以 算一下也知道 因为它是刚好是 这个的终点 了解意思吗 如果算下来的话 应该是 这边一条 这边不是一条 这边不是一条 它是在这里 所以它的中心点应该就是在 第二条线的哪里 终点 所以终点是三角形 那你如果要画的话 你可以呢 在这个地方找一下 第二条线 的什么呢 终点 就是它的什么呢 中心点 然后要到哪里呢 到这个 其实你可以碰到这边 也可以 因为你可以反方向 那你可以这边 的东西